目前澳洲的中共肺炎确诊人数 已经达到6714人 并有83人死亡 日前澳洲总理莫里森 内政部长杜登 以及外交部长潘恩先后呼吁 让国际社会派遣独立监察员进入中国 以调查中共在疫情爆发以来的作为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26号报道 中共驻澳大使成敬业指出 澳洲要求进行调查的行为相当危险 并威胁独立调查可能导致中国的消费者 抵制澳洲产品包括牛肉葡萄酒等 甚至不再前往澳洲旅行留学 不过澳洲并没有就此屈服 27号澳洲外交部长潘恩 针对成敬业的发言做出回应 他表示澳洲有原则的呼吁 在适当时机对中共肺炎进行独立调查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危机 对健康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 并表示我们拒绝任何人暗示经济胁迫 适合用来回应对于这类评估的呼吁 此时我们需要的是全球合作 日前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 对澳洲发出的调查中国疫情内幕的呼吁 表示支持 他表示在这个百年不遇的事件中 世界需要透明 每个政府都要吸取教训